沒有啦 不叫認同卡 這個叫共同的 這個叫什麼 訴求 真的只是為了尋求共同訴求嗎 拼連任 尋求有顆勢力 就怕再被外界質疑 腳踏多條船 柯文哲推出認同卡 其中還包括反對禁老金 洋洋灑灑就列了16項 一大堆人在找我照相 我會覺得很麻煩 我也不認識他到底是誰 好歹有一個 不管叫selection 還是screen 這個也是第一個目的 還有第一個目的其實是什麼 所以也是一種宣傳 就是把自己的政治理念 可以宣傳出去 再解釋立場 不過不論藍綠 小黨 柯文哲全都要結盟友 但高寒的兩岸一家親 卻讓第三勢力小黨 嫌面臨內亂情況 那你有沒有跟柯文哲 要眉來眼去嗎 我 這個我就已經說過 還滿多次 其實我們跟柯文哲 就是90輪式 上節目面對質疑 時代力量臨場左 澄清再澄清 因為不只一度為柯文哲 兩岸一家親緩家 連自家議員參選人 也是頻頻找柯文哲站台 你也不能把這個 怪在我頭上 人是一個spection 一個範圍 一個光譜 對不對 所以他講100件事情 有時候你同意90件 有時候同意幾件 所以我倒覺得 不要不要 政治上不要認為 人家一定百分之百跟你一樣 暢談政治理念很有信心 連專訪時都脫口而出 民進黨是養虎為患 又引發爭議 招批根本是又把自己 放在民進黨敵對位置 我都沒有把他當敵人 他為什麼把我當敵人 我跟你講 我每天講那麼多話 吃飯有時候不小心 牙齒咬到舌頭 所以講話是這樣 重點是一種復興的基礎 趕緊解釋 舊帕和綠英關係又打壞 畢竟眼前 只有力爭更多盟友 才能為年底選舉多點勝算 歡迎新聞 宏錫與呂佳恆台北報導